一般人畫油畫 最常見的上色方法 是把油畫顏料混合亞麻人油 然后用画笔涂在画布上 所以亞麻人油的品質 会影响到颜色的鮮韧程度 作为溶剂的亞麻人油 如果越透明 混合出来的色彩就越鲜艳 所以 台湾画家陈利德 亲自体验出非常透明的亞麻人油 让作品维持高度的鲜艳 你现在看到的玻璃瓶里面 装的就是画家陈利德 采用400年前欧洲古代的方法 费时费力 体验出来的溶剂亞麻人油 这种油里面的杂质已经完全排除 其纯度非常高 而且远比一般亚麻人油透明 其透明程度可以说是非常夸张 这种几乎完全透明的溶剂 就是画家陈利德 让画面长久保持色彩鲜艳的秘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